火災过后的墙壁厚厚一层黑 屋内没有照明水电都得另外接 慈激志工带来家里的农用机具 高压水柱成为最佳利器 一场火烧毁屋主的心血 还好有志工陪伴 小志工也来帮忙清洗锅碗瓢盆 大伙开心付出 旁边早餐店老板看到这样的身影 深受感动 特地送来热茶 水火无情 但人间有爱 火災清理现场 就能感受到爱的涟漪 持续扩散 大爱新闻 真相美志工黄淑英 张国辉云林报道